各位8號東南列風或暴風訊號 現正生效 在過去幾個小時 颱風立沙仍然很穩定地向西南邊西移動 是移向海南島和雷州半島一敗 香港仍然受到廣闊的環流影響 在西南部和高地仍然出現列風 不過隨著臘沙進一步遠離香港 香港的風勢逐漸減弱 天文台會在短期內考慮改發3號強風訊號 一艘載有工程船的浮澳 凌晨隨著海浪衝去杏花村的岸邊 無人受傷 陳婉庸報導 天光後 這一艘吊備工程船和浮澳有幾層樓這麼高 半浮沉浪浪在杏花村49座對出海面 整艘防澳向右邊傾側船身入水 由居民的單位望出去 清楚見到手船的吊臂很接近低層單位 有提位和街燈亦都被撞爛 這一艘長38米半浮的等船 再有一艘要維修的工程船 凌晨三點多 杏花村的居民發現 等船撞向杏花村創庫道對開海面 消防捷捕到場 發現手船原本停泊在碼頭 懷疑瀏鏈因為大浪斷裂 船身撞向附近的中石化油庫 再移向杏花村49座對出 海市署聯絡了出示浮澳的船主 安排拖船 讓天氣許可就可以拖走浮澳 亞洲電視機就在一陣院容報導 請繼續留意最新的風暴消息 請繼續留意最新的風暴消息